一盤盤新鮮綠竹筍等待評比 三下農會損王比賽再先戰端 究竟誰能拔得損王頭銜呢 今天的冠軍 密碼7號 明碼28號 賴阿龍 冠軍得主揭曉 損龍賴阿龍獲獎 美損王則是江明修 兩人雖未得控到場 但是他們的綠竹筍 深獲評審青睞 從激烈戰況中脫穎而出 沒有出青的情形 病斑也少 那筍的肉質很細嫩 它的厚度也蠻厚蠻不錯 那這一兩天是 雨水是還好啦 不算太多中等 所以我們今天 那個甜度超過7 滿分的大概有8位 今年三下筍王比賽 參加人數破紀錄 近100位筍農參戰 除了舉辦比賽 也將在8月中 舉辦綠竹筍節 希望透游各式行銷活動 吸引青農迴流 延續新北面積最大的綠竹筍產業 當竹筍出青就要把它 一定要把它割下來 所以說我們非常辛苦的工作 所以說我們會希望農會 藉由比賽的方面 造一些我們的青農迴鄉 那在我們不管在資金方面 在技術方面農會 來做這方面的輔導 像這樣 感覺就跟吃這個水里是一樣的 所以說這個叫做梨子筍 萊芽筍 那甜度也真的都很高 實在當令最健康 三峽區農會表示 5到9月是綠竹筍產季 民眾若有購買需求 可洽詢農會或鮮農直賣所 記者劉安靜的民宣 三峽報導